原来你们喜欢看这种东西 这期视频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华强北做这种东西的初衷是什么 不要误会 这不是为任何人 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这就是女熊 哪位大哥知道 评论区告诉我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话不多说 直接开箱 先别说话 让我猜一下 此刻你看到它 心里在想什么 最就是你心里想的来的 跟官方一样的 牛皮子活装 首先 一个说明说 这一个吹风技术 大家好 屏口的疾风罩 这又是一个疾风罩 这个疾风罩 跟这个比起来 说不过厚一点点 这个 具体什么用 我也没用过这种东西 一个类似于皮垫 这个应该是用来放克风机的 第一眼包括外观跟做工 真的跟那个啥非常像 大家看一下它做工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霉红色 然后是一个风亮的调节 一个是风温的调节 这下面有一个开关键 还有一个一键凉风 这些图应该跟官方都是一样的一个 实际实际的一个设计 外观看完了 咱们通个电看一下 这玩意 跟官方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之前也做过类似于这一款 一个吹风机的一个评测 之前那一款的包装比这个稍微差一点 这款包装的话更加的官方化 我们先通个电看一下 跟官方一样呢 也是有三档可和结 而且有三个按钮 冷装的三个档 然后热风档和三个档 都是可以手中调节的 这个声音我觉得 跟官方的话 疯狂可能可稍微的细腻 这是个二档风 我们把风降看得多大 看下它到底有多大盈利 刚开了试一下 最大的风降 风降还是比较大的 刚通电给大家 已经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我专业领域 我也不能给出多么专业性的 一个品色 只能大概的说 这玩意外弯真的做到了一个神似 基本上有个推荐也都行 如果说跟官方一定有什么区别呢 那肯定官方那么贵的价格 肯定在推荐用料成本上 可能会更加的人性化 这款在华香北的一个出货价成本 大概也就在100多 我很好奇啊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 会选择这种东西 我是热镜 关注我 带你持续更新 华香北各种抱怀